大家好,我是云赫 今天我们来分析 那么大门冲向太随坊 如果出现动土或者建筑等情况 那么带来什么样的危害 首先我们来看一段视频 房子左右龙虎坊都是空地 这是青龙坊 一片树林 这是白虎坊 也是一片平地有树 这边有一个高楼 这是正位方位 一个高楼 也能看到一个工程的一个吊塔 正在施工 刚才我们通过视频了解到 那么一个武宅呢 它的巷口啊 前方有动工建筑的 也说有动土的这么一个情况 那么对这个武宅的宅运啊 它是影响很大的 那么太随啊 我们知道太随当头座 不是栽来就是祸 那么这个太随呢 这个太随呢在风水学上讲 它是一个木星 那么每12个月出现一次 也就是说一年呢 它是一个方位 那么太随的方位 是根据呢 十二地支 来具体判定的 今年是2020年 庚子年 那么呢 十二地支是自属 塔的方位 就在正北方 那么我们看这个住宅啊 塔的巷口 也就是大门的朝向 也正式朝向了太随的方位 太随的方位 是正北方 那么太随呢 它的碎破方在什么位置呢 这是呢正北 那么它碎破方的就正南 是这个位置 所以这两个位置啊 都不能出现 那么大庄 挖井 那么建筑 等等动土的 这么一个呢 这个情况 为什么呢 因为啊 这个太随啊 它呢是易静不易动 所以我们这个住宅呢 家里边 第一 我们大门不能在呢 太随的方位 如果在这个方位呢 因为呢 经常的出路啊 开门闭门 这样呢 它这个活动呢 非常频繁 这容易呢 就影响 这个家里边的债民 另外一个呢 像这种 在太随方 动土的 也会呢 导致啊 家里边的人啊 这个事业不新 万事不顺 容易呢 发生啊 身体的病变啊 等等 甚至说严重的 还容易出现一些呢 这个 呃 渐红的一些事情 另外一个呢 就是说 在这个太随方 不能有 啊 比较强大的一些煞物 比如说 垃圾 或者是呢 一些污秽之气等等 这样也会啊 带来一些呢 这个灾害 所以啊 在这个 太随呢 那么来临的时候 我们 在住宅的 或者我们家里边的 住床啊 啊 那么太随的方位啊 包括 碎破方 那么 一定要注意 要清理干净 要保湿呢 干净啊 保湿呢 安静 尽量避免 那么太随方 或者碎破方 出现了 这个 活动 或者是呢 破图 甚至说 出现了一些呢 污秽的 或者是呢 杂乱的 一些呢 杀物 只有这样 才能够确保啊 这一年中 平平安安 顺顺利地 当然如果出现了 这样的情况 我们也要呢 进行啊 按照风水的角度 视觉呢 去进行一些 合理调理 这样呢 才能够啊 顺利平安的 渡过呢 好 今天呢我们就分享这么多 有八字 风水 或者人生一程啊 困惑的朋友 可以呢 关注我 谢谢收看 下期再见